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美国的一个教育家克莱·贝特福特的一段话 他们都强调了一个问题 杨振宁说成功的真正的秘诀是兴趣 西蒙斯说如果教师能够适当地用一种令人愉快 而有认真的方法教授的话 那么所有的科学知识 就其本质及关联来说 都是充满着趣味的 这个贝特福特他讲 你一天可以为学生上一课 但是如果你用激发好奇心来教他们学习 他终身都会不断地学习 那么从这三段话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学一门知识 首先要对这一门知识要有兴趣 有了兴趣以后 在学习的过程中间 即使有碰到什么困难 他都会想办法去克服的 如果说没有兴趣的话 他就扬长而去了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这个序论部分 也要解决的也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对这一门课程要有个认识 另外呢 要对这门课程感到兴趣 因为在中文系来讲 在这个文学院的中文系来讲 大多数人都觉得文学还是比较有趣的 这个语言呢 好像相应来讲比较枯燥一些 其实呢 我觉得如果说任何一门知识 你如果能深入下去的话 都是其乐无穷的 都是有兴趣的 下面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 我们这门课的这个教学目的 那么我们这一门课呢 主要是讲解古代汉语课程的 这个就是这一堂课 这个性质 介绍古代汉语课的学习对象 和主要内容 明确 这门课学习的目的要求 提供一些 可以借鉴的学习方法 旨在让学生呢 了解古代汉语 是怎样的一个学科 以及学习这一学科的作用和意义 同时使学生呢 掌握本课程学习的一些方法 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 就是我们这个虚论课的主要的目的 大概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首先我们要学习一门课 首先要对这个 这门课 要有一个了解 那么我们首先 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古代汉语 什么是古代汉语 那么古代汉语呢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分成几个 关键词来看 古代汉语 它其实呢 就是古代 古代就是古代同前代 相对而言 我们讲这个五四运动以后 提倡这个言文一字 然后此后的汉语呢 我们把它叫做现代汉语 叫做现代汉语 那么再次以前的 那都是古代汉语 都是古代汉语 汉呢 就是汉民族的 汉民族的 当然不包括 这里面不包括少数民族 不包括少数民族 就是我们汉民族的 这个语呢 其实是共同语 共同语 那么古代汉语 如果讲全了的话 就是古代汉民族的共同语 共同语 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主要包括方言 各个地方的方言 就是当时大家所使用的 共同语来讲的 再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古代汉语呢 它有广义的和狭义的 两种解释 两种解释 那么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看 广义的古代汉语是指什么 那么就是古代汉语 汉民族的共同语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汉语的历史 把它分一下的话 就是从古代到现代 中间画开来 就五世运动以后 是吧 提倡言文一字以后 就叫现代汉语 再次指前的都叫古代汉语 那么古代汉语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古代 按照它这个语言发展的这个时期 来区分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它更细化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 和近代汉语 那么上古汉语是包括哪一段时间呢 上古就是主要指先秦 一直到西汉这一段 这一段时间的汉语呢 我们把它叫做上古汉语 那么从东汉到隋 就是隋朝 那一段时期呢 我们叫做中古汉语 那么从唐宋元明清 一直到清代末期 那么就叫近代汉语 就叫近代汉语 这个就是汉语史上的分歧 汉语史上的分歧 现代汉语就是指五世运动以后 提倡言文一字以后 所以呢 我们广域的古代汉语就包括 上古的 中古的 近代的 全部包括在里面了 就是现代汉语以前的都叫古代汉语 都叫古代汉语 这是一个分法 另外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狭义的古代汉语 狭义的古代汉语 我们想这个汉语 它其实是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两种 但是呢 古代的口头语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知道了 就是它设计讲话的 我们当时没有录音失败 没办法把它录下来 所以就是这个设计的口头语 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这里打了一个叉 古代的口头语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这个古代汉语 主要是指古代的书面语 就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古代的语言 这是已经意识已经下意了 如果说这道理 就是汉语包括口头语 包括书面语 那么我们这里口头语已经排出了 就是古代的口头语已经排出了 那么就是古代的书面语 那么古代书面语里面呢 它其实还分两种类型 还分两种类型 就是我们历代用文字记载下来的 古代语言 它还是分两种情话 一种情况呢 大家看 就是以先情的口语为基础 而形成的三古汉语的书面语 先情的时候 就是情以前 比较早期的 这是以先情的口语为基础 形成的三古汉语的书面语 也就是说 最早的时候 大概我们记下来的 这个书面语和当时的口语 还是比较激进的 比较激进 当然可能书面语经过一些加工 但是基本上是以当时的口语为基础的 那么这种语言现象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呢 它到了后代 到了后代 比如说到了唐宋时期 其实它已经不是上古时期了 但是呢 当时的一些散文 这些作家 他们写的那些散文呢 都是模仿先情的那种书面语写成的 包括比如说韩玉的文章 柳宗元的文章 甚至一直到清代 是吧 这个张太炎写的文章 张太炎写的文章 大家看 他其实已经是清末明初的人 就是明国初年的人 他的讲话 跟我们今天已经差不多了 但他写出来的文章 非常的古傲 他还是模仿 就是先情的那种书面语来写的 就是古文来写的 那么这一系列的 我们都把它称为是文言 就是文言文 就是文言文 文言文包括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当时先情时期 书面记录下来的 它从当时的口语比较接近的 还有一种包括后代 语言已经发展了 口语已经变化了 但是他写文章的时候 还是采用模仿先前的那种书面语来写的 那个就是叫文言 这是在我们国家 书面语言材料里面是沾了大部分 大部分的 特别是在一种比较典雅的 比较庄重的场合 他都是用文言文的 都是用文言文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古汉语里面 古代书面语里面 还有一种叫古白话 古白话就是从汉卫以后 是以北方话口语为基础 进行加工 随着时代 设计语言的发展 变化而变化的这种书面语 也就是说 当时的人用文字 把当时的后代发展了的口语 把它记载下来的 记载下来 那就是叫古白话 叫古白话 那么照道理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学习古代汉语 应该文言和古白话都要学习 都要学习 那是全面的古代汉语 因为文言到了后代 它比较是保守的 就是完全模仿前代的 已经同它当时的实际语言 已经有了差距了 古白话呢 是比较忠实于当时的实际语言的 这样记录下来的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要了解 整个语言的发展的话 这两块都需要学习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古代汉语这门课开设呢 它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让大家学习一些古代汉语的知识 都懂古文 都懂古文 那么当时的认识是什么呢 就是说文言文是比较难懂的 古白话呢 比较的好懂一些 所以呢 它这个教材编写的时候 基本上是以文言为主的 基本上很少有古白话的作品 古白话的作品 所以我们其实 王力先生所编的这个古代汉语这个四册 他的古代汉语就是侠义的古代汉语 就是以文言为主的 这样的一种古代汉语 这样的教材 当然呢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我们现在已经觉得 这个太瞎窄了 太瞎窄了 我们的同学 将来如果到社会上 或者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 他要接触到的东西 也不完全都是文言文的 也很多是古白话的作品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如果我们要研究汉语史 语言的变化 那更应该从古白话这一头来看 因为是从古白话口语 慢慢慢慢发展到我们现在汉语 而不是从文言 所以我们从前年开始 我们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 我们一起联手 共同编了一部新的古代汉语的教材 这个教材叫21世纪高等学校文科示范教材 编了一部古代汉语 这个古代汉语上下两侧 上下两侧 那么这个书的编写 我是主编 我当时就写了一个编写的宗旨 我们编写的宗旨就是用广义的古代汉语 包括文言 也包括各个时代的古白话 古白话 这是一方面 让大家开阔大家的视野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的特点就是说 以前的古代汉语上选的那个文选都是传世文献 就是历代传下来的书面上的文献 那么这些年来呢 我们有大量的出土文献 大量的出土文献 所以我们那个教材就是说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并重 文言和古白话并重 这样子就是让同学们的视野更加的开阔 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古代汉语的材料 那么这个书呢 已经2012年1月份已经出版了 已经出版了 出版了呢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用来 用于教学 那么下面我们可能就要用于教学 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上的这个 王力先生的这个教材的课本 还主要是以文言为主的 以文言为主的 然后那个文言和这个古白话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这里找了几个材料来对比一下 一个呢就是陶渊明的东京时候 陶渊明的吴柳先生传 东京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是离这个宣情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的实际语言肯定已经变化了 但是大家看他写的文章 还是和上古的那个文言文 还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比如说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 亦不详弃性质 载便由五柳树 应亦为好言 闲尽少言 不莫荣立 好度数不求甚解 等等 像这样的 他这种表述方式 还是用的文言的这种 这个就是所谓的文言 那么陶渊明是公元365年到427年那个时候的 那么同样 我们也找了一段 就是从陶渊明差不多时代的 这个古白画的材料 这个呢是这个百玉经里面的 它是公元484年到493年那个时候 从陶渊明基本上差不多时代的 那么大家知道这是福经里面的一段 翻译福经里面的一段话 那么他就比较寂静于当时的口语 大家可以看这里面 他说过去之事 有一三腔 偷王库物 而远逃走 而是过往 那么看这个还是比较通俗的 相应来讲 大家看 他从这个词汇通语法的现象 都是比较通俗的 虽然他也是相当于东京那一个时代 那么一个时代 你看他里面穿衣服 他文言里面就叫义 是吧 就用义 他就用拙 拙衣服 穿衣服 然后呢 这个 脚 在上古的时候应该说竹 他已经用脚了 用脚了 反着头上 他也不说手了 他是头了 是吧 等等 他比较 就是 这个是 就是说于古白化的一种形式了 就是当时 他虽然书面又记下来 但是他是毕竟 接近于他当时的设计可语的 这个东西 另外我们再拿一个 比较极端的 是吧 康有为 大家知道 大概他是写于这个1898年 那也就是 很晚了 是吧 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的 这个时候 康有为 他写了一个希腊游记 希腊游记 那么他也是用文言写的 希腊岛地 希腊岛地域盛齐 大半积周于海 号称班岛而突出二千里 广数百里 故基于基同海国乙 基同就是几乎 同于海国乙 且 奥土插压 又有无数岛屿普兹 其中破地为二 有内海与交通 故吞吐三海 三角其其轻 不可思议 他这个还是 虽然他是 当时讲话 他肯定不是这样讲的 但是他写的文章 还基本上是文言的 那么相应的 大家看 比他还早一点 比康义务还早一点 那个曹雪芹的红楼梦 曹雪芹的红楼梦 比他早 时间还在大概是 公元1763年左右 比他还 他是1800多年 比他还早一点 那么我们看 他这个就是古白画 他就是比较忠实于当时的语言 话说凤姐和宝玉回家 见过众人 宝玉便回民贾母 秦宗要上家属指示 自己也有了个班多的朋友 正好发愤 又着实地称赞 秦宗的人品行事 醉死人怜爱 凤姐又在一旁帮着说 故若他还来拜见老祖宗 等于 使得贾母喜悦起来 那么这个大家看 基本上我们 没有什么文字上的障碍了 语言上的障碍了 那么我举这个四段文字 让大家看一看 意思就是说 文言和古白画的差别 就是古白画 它是比较寄进于 它当时的语言实际的 文言它是比较保守的 就是完全仿造先秦的 那一种 这个书面语的那种格式 这种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 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现在这个课文呢 基本上都是以文言为主的 而且是以传世文弦为主的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想说的 那么古代汉语 我们传统的这个古代汉语 要学的内容 在传统的这个领域里面 这个古代汉语是一般称为小学 称为小学 小学呢 它其实包括文字 因运和迅古之学 也就是语言文字之学 我们主要文字 它其实不属于语言 但是呢 它是基了语言的符号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古代汉语 都是古代的书面语 所以除了文字 因运迅古 这个几个方面要学习以外 另外还要学习文字 是吧 要学习文字 因为看到的是书面语言 它是靠文字记载下来的 是吧 那么 诗有古今 地有南北 这个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那么中国的小学呢 也有它很悠久的历史 很悠久的历史 我们这里我举了几部书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 一般来说的话 作为一个学科 一个研究的内容 都是需要研究才去研究它 才产生这样的一个学科 是吧 如果不需要研究它 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学科 需要研究往往是 对前面的东西已经不太明白了 或者不太清楚了 需要去研究它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国家最早的 最早的 这个出现的 这个 语言学方面的著作 是迅古学的著作 这个 我们以前讲迅古课的时候 也讲过 你想 战国的末年 就出现了尔雅这样的专注 语言学的专注 它是解释汉语里面古代的一些同义词的 同义词的 另外呢 到了汉代的时候 又出现了杨雄的方言 它是研究方言词的 研究方言词的 另外又出现了 东汉的时候 刘兮 就是刘成国的士明 士明它是研究语言的 就是这个我们语言形成的语言 得名之由 为什么发这个音 为什么发这个音 这个都是我国很早的出现的 这些书都是迅古学的书 也就是主要是研究词语 研究词语的书 因为大家知道 在语言的变化中间 词汇的变化是最快的 最快的 也就到了战国末年 到汉代已经有必要 专门形成这样的一种学问 来研究这个问题了 那么文字学的书 比如说许胜的《说文解誌》 顾严王的《玉篇》 这些都是研究文字的书 当然许胜的《说文解誌》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文字学的书 也可以把它看成迅古学的书 它是从字形去研究本意的 也可以说是研究词语的 所以有的人就把它放到 逊古学的书里面 那么相应的 在语言的三要素里面 语音的变化 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但是它要比词汇的速度 要稍微慢一些 词汇大家知道 社会发展了 新的事物产生了 旧的事物死亡了 它不断在那里产生变化 那么阴影学的书 到了三国卫的时候 李登的生类 近代旅境的运节 还有六朝有很多运输 随代陆法延的七运 以及以后的广运 中原音运 就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语音方面的 研究音运方面的著作 这是音运方面的 那么语法方面的呢 我们国家语法 这么讲语法的书 产生的比较晚 产生的比较晚 到元代最早的虚词的书 是元代卢一伟的语著 到了清代呢 有元仁林的虚字说 虚字说 他也是讲虚字的 虚词就是 还有王颖之的 经传诗词 经传诗词等等 那么一直到了 这个很晚 是吧 离经今天一百多年前 才有马尖中的马氏文通 这个马氏文通 他是吸收了西洋语法的一些精神 根据我们中国的汉语的特点 编写的这样一部书 所以语法相应的话 出现的比较晚 另外一个我们看 元代卢一伟的语著 元仁林的虚字说 王颖之的经传诗词 他虽然是讲虚词 虚词照道理应该算语法的内容 但是 其实也可以说是迅古的内容 还解释虚词的嘛 虚词都是词嘛 也可以算是迅古的书 所以严格的讲 它还不是真正的语法书 语法书是讲语法规律 句语法这些东西 他还是解释虚词的词意和用法 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国家是不是 语法就这么晚 一直没有语法呢 不是的 也不是的 因为我们古代语法的解释 其实它是包含在迅古里面的 古代的注释里面有很多是解释语法现象的 但是他没有把它多立出来作为一门学问 所以迅古学它其实是包含的内容 它是个综合性的一门学科 它语音的东西 有的也放在迅古里面解决了 那么大致就是我们从传统的小学来说 它要学习文字 音韵 这个迅古 如果拿我们今天的分类来讲 就是语音啊 词汇啊 语法啊 这些是吧 这一些 当然除掉要学习这些东西以外 我们还要学习古代的一些文化的常识 是吧 因为古代语言的理解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 所以王丽先生这个书上 他有很多的古代文化常识 作为通论来教授的 这是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古代汉语它其实包括的那些内容 所以我们这个书里面 除掉大家要读一些古代的文献 文选 各个时期的代表性的文选 名篇 这个是语言材料 语言材料 另外呢 他安排了一些通论 这个通论里面呢 包括词汇方面的通论 包括文字方面的通论 包括语法方面的通论 还有包括音韵方面的通论 还有大量的文化常识方面的通论 那主要是这样一些内容 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